不是吧 比較內向害羞的 比較不善言直的 你要看到你是一個 非常有於表達自己的人 如果你是一個 現在比較胖的人 那你要看到一個 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人在裡面 如果你是很瘦的人 那你就要看到裡面有一個非常強壯的人 你要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你要先看到所以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一個信心是把 不可能變成可能 好 第二個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 悔改 為什麼我說悔改 因為悔改跟改變不同 是要打從心裡 你覺得你要找到你的動機 你是為什麼要開始運動 絕對不要告訴我說是為了身材 你健身的動機一定要是還有其他的 為了你的家庭 為了你要活出基督的樣式 如果是屬名的基督徒的話 為了你的事業 為了你的人生 是為了你跟孩子親自的關係 你知道孩子如果有你常常帶他去運動 不會有這麼多小孩 一直在成為華時代 滑手機 滑iPhone 我的小孩 你不會看他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我們給他看一些照片 或者是用iPad看影片影片 可是這是一個禮拜 可能沒有一次 連電視我家自從有我兒子的時候 我電視幾乎不常看 我要看到等他睡著的時候 自己偷看家庭BA 所以常常台灣現在的藝人 我都不太認識 因為我自己都沒辦法看電視 因為我喜歡他要跟人互動 所以我兒子喜歡跟人互動 他喜歡人 因為他就會忍比這些東西有趣多了 所以如果你能夠活動 你可以跟陪孩子 陪你的爸爸媽媽 像我爸爸媽媽我都會帶他運動 雖然我爸七十多歲 我還叫他如果要拉蛋糕 怎麼樣做福利女生 用他們老人家可以做 所以你看我爸媽現在身體 依然都還蠻健康感的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夠促進跟夫妻之間的關係 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當你懂得運動這些動機 在我書裡面有七大的內容 但我現在沒辦法意義分享 你要找到你運動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健身不只是健身 健身不是讓你去健身房 然後每天跟著啞鈴叫勁 在跑步機看著電視 如果人身上這樣過太無趣了 健身房是訓練你 有一個好的體格跟體質 去從事戶外各樣的運動 享受足球 籃球 衝浪 爬山 這個郊遊 旅遊 旅遊都需要體能 所以你要活出一個非常豐富的人生 不是每天在一個地下室 吹著冷氣 才在那邊跑 跟那些機器在那互鬥 幹什麼呢 沒有意義 你的肌肉長得漂亮 完全用不到 是要用出去 所以很多人去對健身房的觀念 錯誤就在這裡 他以為健身房是另外一個休息運動 NO 那個地方是幫助你去從事各樣的戶外運動 讓你的生活更豐富 OK 所以你要有對的觀念 第三個 要活出肌肉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希望你的人生能夠更豐富 好吧 最後呢 我想送各位提句經文 因為這個經文很重要 因為你要先知道這些經文 你更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神 祂幫我們創造 我們要找到這個說明書 我們就知道怎麼活出我們的人生 所以如果你的人生還不夠精彩的 你一定要記得從聖神裡面找到這些關鍵 我以前要教別健身的時候都要死吹活吹 後來我發現透由聖經所消保讓他心改變 你不用再逼他了 他自己會找到方法健身 好 我來分享幾句經文 幫我列出來 送給各位的B句就是 親愛的弟兄啊 我願以凡事興盛 身體健康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這句為什麼要送給你們呢 因為靈魂興盛非常的重要 身體健康也很重要 希望兩者都很重要 不管你的內在或外在都要興盛 所以教會常常各樣的裝備課程 教會牧師講到的信息 都是幫助我們靈魂興盛 甚至我們參與服侍 讓我們常與神連結靈魂興盛 同樣我們身體也要健康 OK 第二個兩句 希望大家能夠跟我一起來念 好不好 來一起大聲念 聖經師 你們的聖子就是聖靈的地方 這聖靈是從聖靈來住在你們裡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種下來的 所以要帶你們 太快了吧 好 OK 各位 身體是神的店 而且你們是種家買來的 同工可以放還有一節進完最後的那個 各位 而且你們是神 種家說回來的 我相信大家今天能坐在這裡 一定不是一個偶然而已 有神安排的計畫 如果你是基督徒而鼓勵你 一定要更活出榮耀神的生命 如果你還不是 希望你們能認識上面 找到你生命的計畫 依靠著神 活出一個不一樣豐富的女生 所以感謝主 我現在呢 我來到教會的時候我是單身 還沒結婚 後來我已經有一個非常棒的老婆 我老婆 是上面賜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我們認識到現在15年 我藝人非常愛她 而且她幫我生了 你知道她的東西 就是不能生育 醫生覺得她是不孕症的 但是我們靠著禱告 她現在我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 那第三個準備要出來 她現在的懷孕是四個多月了 那一周開上的報導說 嗯 我的金子會轉彎 還會翻山越來 所以健身不僅能改變人生 還能幫助你的老婆回生 因為我們生第三個 本來從一個神奇奇事 到第二個連中露透兩次 第三個 既然我們的不應正的醫師 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結紮嗎 一個生不出孩子的人 自然有人問我們要結紮嗎 那我們現在不敢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們說 我們本來就不能生育 既然這樣才生出來 所以上帝太奇妙了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 不僅我們的靈魂要興盛 身體要健康 祝福各位 謝謝你 將一切讓我們可以給上帝 謝謝光宏